国人公积金存款不足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 不过即将在明明迈入退休年龄的公积金会员 又有多少积蓄就成为了国会今早的焦点之一 根据财政部数据截至今年1月1号 超过八成的54岁公积金局会员 存款没有达到24万令吉的体面退休最低门槛 更有将近35%会员存款少过1万令吉 没错至于存款超过百万令吉的54岁会员 只有不到5000人或区区2% 老年生活恐怕钱不够用 财政部第二副部长沈志强今天在国会下议院 回答西蒙瓜拉雪兰的国会议员拿都斯里祖吉菲里 有关全国54岁公积金会员存款情况的提问时指出 截至今年1月1号 公积金局共有27万4715名54岁会员 占1570万总会员人数的1.7% 54岁会员的存款总额为357亿2000万令吉 不过会员的存款额度严重失衡 54岁会员当中有多达35%的存款少过1万令吉 存款超过100万令吉的只有区区2% 阿li berumur 54 tahun yang mempunyai simpanan di bawah 10,000 mencatat peratusan tertinggi iaitu 35% ataupun 94,827 orang ahli dengan jumlah simpanan 246.1 juta ringgit manakala ahli dengan jumlah simpanan melebihi 1 juta ringgit mencatat peratus terendah dengan 2 peratus ataupun hanya 4877 orang ahli dengan jumlah simpanan sebanyak 7.9 billion ringgit 至于其他存款额度方面 共有8%的54岁会员存款介于1万01到2万令吉 2万01到5万令吉 10万01到20万令吉 以及20万01到50万令吉的会员也各占13% 存款介于5万01到10万令吉的人也有12% 至于50万01到100万令吉的会员则只有4% 如果按照财政部第一副部长拿都斯里阿末马斯兰早前的算法 即将迈入退休年龄的这群人 有超过八成无法过上体面的退休生活 甚至钱不够用 阿末马斯兰曾在今年7月指出 我国公民平均寿命为75岁 想要在55岁退休后的20年过上体面生活 民众的月均开销估计为1000令吉 换言之 公积金户头需要至少24万令吉 有鉴于多数会员都不达标 副财长鼓励会员参与自愿缴纳公积金 埃沙拉案计划 公积金局从今年6月起 将自愿缴纳的限额从每年的6万令吉 上调到10万令吉 民众可以到官网下载和填图表格 提交到任何公积金局分行办理申请 针对公积金局即将推出的第三邻国户头 让会员提款应急 沈志强在搜寻时重申 更多细节将在明年2月宣布派系律扣出炉 八度空间程委任国会大厦报导 五分钟